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了我跟你旁邊的人說 很高興在星期天的早上看到你 很高興在星期天的早上看到你 好 如果你另外一邊還有人的話 跟他說很開心跟你一起來敬拜 很開心跟你一起來敬拜 好 邀請我們從我們座位上站立起來 我們一起來向神獻上感謝 在星期天的早上雖然外面下著雨 但是我們仍然來到神的面前來敬拜祂 求神讓我們在今天早上有一個美好的敬拜 求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一起開口禱告 大聲的開口禱告 這是主祢所榮耀的時刻 祝祂在今天早上祝祂真的是充滿主祢的靈在我們當中 祝祂謝謝祢在我們 祝祂謝謝祢為我們同在 祝祂帶領著我們 祝祂在晴天祢帶領著我們 在雨天祢帶領著我們 在黑夜祢也帶領著我們 Hallelujah 今天的敬拜 祝祂是祂祂所喜悅的敬拜 願祝祂自己的草榮耀 Hallelujah 祝祂謝謝祢讓我們在星期天的早上 來到祝祂的面前來敬拜祢 祝祂求祢真的是願望我們的敬拜 祝祂祢願望我們的禱告 祝祂祢也願望祝祢的百姓 回到祝祢的家來 一起來歡慶來敬拜祝祢的復活 Hallelujah 我們將掌聲獻給我們神 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神 好吧 我們的熱情 祝祢給我們神好嗎 Hallelujah Hallelujah 這裡有榮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 這裡又一次擁有 Hallelujah Hallelujah 這裡有光明之勇 有光明之勇 祝祢在這裡 祝祢是希祖的 祝祢是希祖的 我和你 祝祂精彩勇在地圖 祝祥 祝星星在祢的山盆湖 高揚被靠去 共你第一次遭到光照耀 萬古彩彩滩滩滩滩溶美 神就共与出力量出息 祝祂 祝祂 祂祂 祢祥去往 我們一起高聲說Hallelujah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只永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之勇 敬拜圣经路重选永留 灵活的祝福在这里 祝你是祈福的末后的 祝你是祈福的末后的 祝在经在永在的处 全新清在你的身关乎 靠样被靠去 我所作聚心落地的 只靠入光照耀 光顾赞叹你的优美 全新共一出美丽 全新清在 全新清在 永在的君王 你是祈福的末后的 祝在经在永在的处 全新清在你的身关乎 靠样被靠去 光顾赞叹你的地区 靠入光照耀 光顾赞叹你的美 全新清在 全新清在 永在的君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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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清在 你的身关乎 靠样被靠去 全新清在 永在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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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 我们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法师都有可能 有你 谁也能看见 神明能改变 我必须一心而活 法师都有可能 我活着不是凭眼前 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甚至祝你愈乐共感 在命远没有难成的事 有你 我们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法师都有可能 有你 谁也能看见 神明能改变 我必须一心而活 我必须一心而活 我甚至祝你愈乐共感 在命远没有难成的事 神明是掉下来 有你 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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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自我力量 法师都有可能 有你 谁也能看见 神明能改变 我必须一心而活 我宣告 法师都有可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ity 赫图 我相信 我相信 有你 我們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想也能看見 生命能改變 我必須一心而活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想也能看見 生命能改變 我必須一心而活 凡事都有可能 因為父母合格 有你 總之一心而活 除了你 父母 這有魂 剩喪 讓你 若你 同之一心而活 在神凡事都有可能 將掌聲獻給我們的神 你生意不期待著救贖我 好方留見了我 隱形成意我為你而活 護照我 分別衛生屬於你 等於雨跟隨你 堅持到底永遠不放棄 我要宣告 凡事都有可能 你是全能成神 是無邊有窮實力復活 傷心就有奇蹟 凡事都有可能 醒起發光教會 改變生命反轉這世界 過度全能長線 凡事都有可能 凡事都有可能 永遠不放棄 永遠不放棄 若要宣告 凡事都有可能 你是全能成神 是無邊有窮實力復活 相信就有奇蹟 哪裏 成能成神 有可能 封事都有可能 有可能 封事都有可能 封事都有可能 封事有可能 封事有可能 你死却能争生 是无边有从此离不过 相信就有奇迹 凡事都有可能 心急发光教会 改变生命 帆穿着世界 过度却能争生 但是都勇敢了 我们好心疯出名 感到超级爱运行 我靠拆弹和实力 我们一定到山里 翻战地上空放地 真像必定要空放 翻战地上去放地 真像必定要释放 我们为你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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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可能 你死却能争生 是无边有从此离不过 相信就有奇迹 凡是有可能 心去刮放教会 改变生命返转这世界 过度却能彰显 凡是有可能 迷失却能成生 是无边有潮湿力复活 相信就有奇迹 凡是有可能 心去刮放教会 改变生命返转这世界 过度却能彰显 替世道有可能 你事却能彰显 只会如黄奕 Zither Harp 我相信就有信心 凡事都有可能 轻轻盼望教会 改变生命反转这世界 多独却能展现 我们探寻风出兵 大高潮汁人一心 赶过来宣告主的产生要发生来的感痛 我们一领个生命 放在地上空放地 天上比利亚空放 放在地上四方地 天上比利亚四方 我们为你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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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可能 你世界能增生 事无边忧愁 从此理不过 相信就有奇迹 凡事都有可能 心情发光教会 改变生命反转这世界 过独却能展现 凡事都有可能 祝祢世世世无变为有的神 祝祢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 祝祢是使我们的教会从一片荒芜之地 到现在成为一个文创中心的神 祝祢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神 祝祢想起我们来到最后面前 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 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 总而是因为祝祢为我们收拾 定在十几家上得到那种完全的胜利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完全盗控自己 我不看自己哪里 我来到你的脚前 献上我自己 给你 好不好 请我们献给神 你创造天下挽柔 你刻画宇宇宙繁星 全摄下苏天宝座 献上你自己 为我 你毫无保留 为我舍命 你牺牲的爱恨就坚定 在爱里 因你恩典 我愿意义宇宇宇宙 我愿相赴全身 献上自己 愿得造你的心 我愿意义宇宇宙 全身 都看得到你 好 我愿意义宇宙 只哗 不愿意义宇宇宇宇宙 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完全盜控自己 跟主说 我不看自己能理 我来到你的脚前 写上我自己给你 你创造天下环游 你刻画宇宙繁星 我却设下树天宝座 写上你自己为我 你毫无保留为我舍命 你牺牲的爱恨就坚定 因你恩典我的心生命 在爱里 在爱里去求你 你毫无保留为我舍命 你牺牲的爱恨就坚定 因你恩典我的心生命 在爱里 在爱里去求你 耶稣 你毫无保留为我舍命 你毫无保留为我舍命 你牺牲的爱恨就坚定 以你恩典我的心生命 在爱里去求你 耶稣 以你恩典耶稣 耶稣 我愿相互全心 献上这几天 得造你的心 耶稣 耶稣 命迷恩典 耶稣 我愿相互全心 献上这几天 得造你的心 耶稣 以你恩典 耶稣 我愿相互全心 献上这几天 得造你的心 耶稣 我愿相互全心 耶稣 我愿相互全心 耶稣 我愿相互全心 我完全盗控自己 我不看自己哪里 我来到你的脚前 牵上我自己 你曾遭天下挽柔 你刻画宇宙繁星 却设下书店宝座 献上你自己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就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 下一个天父母满心的感恩 虽然下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我相信台湾印尽里的雨水 已经被洁净 许多的罪恶都要被洁净 许多的污秽都要被洁净 许多的语言都要被洁净 政治的权势地位都要被洁净 偶像的能力都要被洁净 主啊满心的感恩 也感谢你今天早上在这么大的下雨天 你龙就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我们心中龙就要再一次的呼召 耶稣啊 耶稣啊 你是我的主 耶稣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能力 你是我的丰富 你是我的意志 你是我的宝主 你是我的一切 我失落了你 就是一切都没有了 主啊我要赞美你 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求你真的 开始引导我们 在文创中心 建造天国文化 主我们就预备好了 我们要运作给我们的意向 我们要建造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 是一个人与神接触的地方 我们要建造这个地方 有更多的门徒产生 我们要看到这里是一个温暖的家 主啊我们要看到 这里很多人要被拣选 发现他们的恩事 发现他们的能力 发现他们的才能 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传福音转化的地方 我相信这个地方 命定成为 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使徒的中心 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 主啊求你祝福满满在我们的当中 也再次跟祥祢祝福 今天早上来敬拜祢的他们都得到双倍的福分 他们家有更大的荣耀 有更大的恩典 来敬拜祢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心灵都得到安慰 他们的病都要得到医治 有捆绑要得到释绑 所以软弱要变刚强 今天来敬拜祢的不是用头脑来敬拜祢 是用心灵来敬拜祢 所以我们再次复教耶稣 弟兄姊妹请你再一次复求耶稣 跟耶稣说耶稣你就在我的里面 我用心灵来敬拜祢 我在祢的里面要重新得利 我要得到更大的力量 我的里面充满着圣灵的能力 充满着正面积极的能力 充满着创造的能力 主每次我在敬拜祢的时候 所有软弱的能力都要离开 感谢赞美耶稣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我们现在也要用祢教导我们的主导 我们一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永远的隐私今日赐给我们 免得我的债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愿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千能 千恼 千治祢的 直到永远 Amen 兄姊妹请向隔壁人请看一下 愿祢的平安慢慢跟我们同在 哎呀 我们请类人来带我们读经好不好 今天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导读享受神的话 Amen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一起来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到来 说天国尽的你们应当悔改 再一次来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到来 说天国尽的你们应当悔改 约书亚记一章二到七节一起来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手掌手掌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黎巴仁 直到又发拉底大河 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陪向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 摩西所丰富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阿们 消息报告 欢迎收看今天的消息报告 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一起迈开祷告的步伐 为我们的城市区域来祷告 每周二三五六 早上六点半 在于宏运问创中心停车场出发 帮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黑暗全市要离开 福音要进到百姓的家中 幸福家教会 门训课程 本主日中午十二点半 于宏运文创中心四零三教室 家是复兴的开始 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参加训练课程 家里打开 福气必然临到 一致祷告会 今天晚上七点半 宏运文创三楼 主题是 人的破碎 名的流出 在会中 将会有一致祷告的操练 欢迎邀请目道友 或需要被祷告的朋友 一同来参加 玉芯 你知道先知性医术特会 可以邀请新朋友参加吗 当然可以啊 8月23星期五晚上的晚会是免费入场的 8月25号星期天的一致祷告会 欢迎邀请需要被祷告的朋友 以及新朋友一起来参加 不能全场参加的弟兄姐妹们有福咯 除了礼拜五跟礼拜天晚上是免费入场以外 我们现在加开礼拜六下午 一点半到五点职场转化 这个工作坊的课程 你可以单独来报名 费用是一人三百元 两人五百元 我们的讲师呢 Kevin Devin牧师呢 非常的厉害哦 他有六年的时间在带一些 Toyota、Honda、Nissan等等 他是开发高手以及营销高手哦 如果是业务以及做生意的 我们一定要来听听看哦 下半年洗礼定于9月1号 及12月22号 第一场9月1号洗礼 自即日起开始报名 欢迎新朋友 还有犹豫很久的弟兄姐妹 以及刚出生的孩子 一起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 报名请洽各区区牧或至天桥教会 官方LINE帐号 填写资料就报名完成咯 让婚姻更美满 家庭更幸福 分享会 蒋元简春安博士 在家庭问题、夫妻问题、青少年恋爱问题等 有许多贡献 在本次分享会中 将会给我们分享到三个主题课程 美满婚姻三部曲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还有快活度日 邀请已婚夫妇 以及预备进入婚姻的情侣 一起踊跃报名参加 现场备有儿童照顾哦 利典在红韵文创中心 时间9月6号 礼拜五晚上7点半 跟9月7号礼拜六 早上9点 费用是每人300元 50夫妻跟情侣两人通行价 一共是500元 欢迎来报名 我们真的很感谢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教会来奉献 在最近几个月 财务部收到了多笔来自于ATM转账的奉献 就是让我们拿着提款卡 到ATM的机器去转账给教会的 那我们要请最近这几个月 曾经用过ATM转账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打电话给平方姐 告知您的账号号号码以及您的大名 好叫我们能够登入您的奉献金额 到您的年度记录里面去哦 如果您是用网路银行转账的弟兄姐妹们 也别忘了再费出来写上您的大名哦 FM89.1南都电台天晓之音广播节目 8月18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我们专访到李安琪姐妹 题目是花家女孩 以上是本周休息 谢谢大家 你能够来已经很厉害了 有没有声音 OK还好 我们这些不是职业的PA 不是职业的广播人员 他们做的工作你不要要求他太多 他太多的时候要求他太多的话 他就会不敢做了你知道吗 有时候他们真的很可怜 每天都被我骂 像那个新儒本来没有那么胖 然后被我一直骂 然后骂到现在变这么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一直吃你知道吗 我骂他以后他猛吃 他猛胖你知道吗 所以像他在讲话的时候 都讲得不清不楚有没有 所以他讲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如此 要感谢神 我不知道各位经历过神吗 我常跟一些弟兄姊妹 做一个挑战说 你经历神吗 你说什么事 我说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 他都跟我说什么事 你有没有想过说 在你一生的过程当中 你是个基督徒 你如果从来没有去经历过神 对你的爱给你的恩典 你会发现到里面是很空的 而且你要去常想说 到底神的爱跟恩典 在我生命当中有多少 我常会去想说 神在我身上有多少恩典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爱我 遇到我的时候 就问我说 牧师你糖尿病好多的没有 他们都会提醒我 我是糖尿病犯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去坐飞机 然后那个小姐 刚刚上飞机 那个小姐就来问我说 你是林先生吗 我说是 你是糖尿病患吗 我说是 所有的人都一直看我 我说有什么事 我们今天在飞机上 有为你预备糖尿病餐 我说谢谢 谢谢 那过来之后 他拿着餐的你 就过来了 这是糖尿病餐 哇 好有一个人 就跟我说 你是林先生吗 我说是 你有糖尿病吗 我说是 你都一直吃糖尿病餐吗 我说不是 你糖尿病看起来不太像 我说不然怎么再像 他说大部分糖尿病者 都会觉得很累 说话都没有力量 很没有精神 你看起来不太像 我就跟他讲说 我是基督徒 神跟我同在 Amen 隔壁那个人跟我说 我也是基督徒 我说 你糖尿病吗 我问他 他跟我说 基督徒不会得糖尿病 我被他打败了 那我就不知道 怎么来跟他对话 他说基督徒不会得糖尿病 他喊 然后我就问我说 你是哪个教会的 我说台南天桥教会的 哦 这个教会很小 我们没有听过 我说你是哪个教会的 我是台北行道会的 很大声 我台北行道会的 行道会那三个字都讲得很大声 你们教会现在多少人啊 我说没有几个啦 除了牧师以外 大概几个会友而已嘛 你要叫你牧师加油啦 你知道吗 要传福音 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不是基督徒 我就是要跟你传福音 现在呢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要吃饭 一起来祷告 我给他收益了 你知道那一餐我吃的有多痛苦吗 一般就是上位机就很轻松嘛 对不对 我就想喝一杯红酒 你知道 那个基督徒在旁边 都一直很立法 我就看到 红酒只是从我的前面走过 那杯子从我前面走过 又不敢跟他说 给我一杯红酒 我又怕那个人说 我是基督徒 怎么可以喝红酒 那最后他问我说 林弟兄你在做什么呀 我最不喜欢人家在飞机上 问我做什么 这很难回答 我跟他讲说 我们家族都是基督徒 我们家很多人做牧师 你听懂吗 我在讲我自己 因为我儿子也是牧师 他说 那是如此 你们家也蒙虎 蒙虎的人不应该得到糖尿病 我真的在想 有没有一个长蕊 那我就告诉他了 我才得到糖尿病的原因 是这样的 所以我常常在祭祀祷告 我收溜了嘴 我就跟他讲说 我常常在祭祀祷告 因为为了神的国度 我祭祀祷告 你知道吗 哈 你常常在祭祀祷告 啊 祭祀祷告完了 有没有传福音啊 又是回到一个主题 又问我说 有没有传福音 我说有啦 偶尔啦 你知道吗 你说 基督徒活着就在传福音 我们牧师说 活着不传福音 有灾祸 你知道吗 那种饭怎么吃下去 所以 感谢主 现在的飞机 那种飞机是 比较好一点 你知道 我坐的那个长等 是没有办法跟隔壁说话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跟隔壁说话 那是 我都是升等到商务舱 没有办法跟隔壁说话的 可以躲在这些角落里面 有时候在飞机上 遇到很多基督徒 很挑战 有一次 我要去坐飞机 然后看到一个 西藏的那个喇嘛 然后拿着这个东西在摇 你知道吗 他摇的方向是 要由走而右的 是代表着正能量 一直摇一直摇 嗯 啊 在推他车子的 也是 一边推他一边摇 你知道吗 啊 看到这一些人 穿着他们的华衣 我就祷告说 神啊 我不要坐在他们的旁边 主啊 我要远离这一群 你知道 结果呢 你知道吗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是坐伦理的时候 第一个进去的 你知道吗 第一个进去的 那进去之后 我就跟主说 神啊 我要远离这些人 可是当我进去之后 我才发现到 他坐 第一个是坐一号 坐第一个位置 你知道吗 他推上去是坐二号 你知道吗 我坐三号 就在旁边 哇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摇 可以摇十几个小时 都没有睡觉 那种毅力让我真的看到 真的很感动 从不喜欢他到喜欢他 是因为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 可以一直摇这样 你知道 那么呢 我又发现到我后面 一进来 就是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吗 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 人家在摇 后面一个基督徒 马上就把圣经打开 一直念 后来说 是什么事 他的太太在坐旁边 也开始念圣经 而且念得有声音 他故意要让他那两个人听到 我坐在中间 我是牧师 结果一转头的时候 我开始幻觉到 哇 这是王家的孩子 王家你们知道 王学红的弟弟 还有王学红弟弟的太太 那个叫做 得到鼻咽癌那一个 王一翔在读经 他太太在读经 我做一个牧师的 夹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我真的很别扭 别扭到什么地步 什么都不敢动 也不敢吃 什么都不敢乱想 你知道吗 我只好假装睡觉 你知道那很痛苦 你知道 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到这种 说一个牧师 有时候在一个空间里面 会长得很窘境的 我在我的心里里面 我在想说 我怎样把神的那种生命 把神那种能力 把神那种形象彰显出来 而且要彰显的时候 要表达的时候 会不会让耶稣呢 受到羞辱 我常会想这个问题 我希望各位 常整理一下自己 我希望各位整理一下自己 什么事呢 整理自己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希望你每次敬拜的时候 不是用这里去敬拜神 一定要用这里 你用这里会很累 用这里会很累 你要用哪里去敬拜神 用心里去敬拜神 我希望你用心去听 用心去听的话 有很多好处 很容易就睡着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 弟兄姊妹在睡的时候 我都很享受 为什么你知道吗 来这里 在家里睡不着 我来这里可以睡觉 安息祖怀 你知道 但是你会发现到 当你用心去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里面的东西越洁净 你的力量会越大 你用这里去听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净 你会越来越疲惫 所以我恳求神帮助我们 你在敬拜的时候 真的要开始 而且厘清你自己 是用心在听 你用生命去听的时候 你会得到很大的能力 我也再次鼓励各位 一定要每天都 真的整一下 然后去经历神 上个礼拜的礼拜五 礼拜天晚上 我再讲到 有关于圣灵的问题 那我发现到 我讲了很多东西 弟兄姊妹都没有经历 没有经历 讲到圣灵 很多都没有经历 我说我就叫俗心 你知道 到前面来 我就学着耶稣 我说 复活的时候 来到门徒的面前 就跟门徒吹了一口气 愿他们受圣灵 愿他们平安 你知道吗 所以我叫俗心出来的时候 吹了一口气 他就躺在地上 诶 我就叫第二个出来的时候 他 一吹一口气 他开始搓 你知道 那边的人觉得我在表演 你知道我在表演 那没有关系 那有两个孩子很可爱 我就一直看人 那两个孩子一直棘手 你知道 好小喔 一直棘手 叫我吹气 我真的 我从来没有吹过小孩 我就想说 那本来 他们说 什么都没有 我就烦恼了 你知道吗 结果那个小孩 他就一直 一直棘手 要我吹他 要我吹他 结果我不得了 我就请他们到前面来 前面来说 那个姐姐 就很好玩 就站在我前面 我跟他吹气 我叫他跪着 然后跟他吹气 他不是向后倒 他是向前倒 就倒在我的怀抱里 你知道吗 我到我怀抱里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挡在我怀抱的时候 看到有种美好的师父 看到他美好的未来 他都不想起来 你知道吗 他不想起来 然后呢 差不多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我把他放在旁边 他弟弟来了 好小 他在独小嘛 我跟他吹气 他就倒下来 向前倒 他说 他好像被炸干了 里面的罪啊 都被耶稣拿走了 他好像干掉了 好像干掉 然后呢 那一天呢 有一个佛水教会的弟兄 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他 来了以后 接着我们在表演 所以 我就请他 他就自己本身 在敬拜 到我前面来 你只要到我前面来 很胖 然后呢 我说你要做什么 他都不讲话 我就跟他吹了一口气 他说 很大 他知道 我都听不到 他也倒到 他说 他敢说 神真的是真的 他说怎么样 神如果不是佛的 我们敬拜 我们敬拜是空的 我期待着你来到 神的面前的时候 知道他是怎样 他是佛的 你对他一定要有经历 你对他 不只经历 一定要常常想说 神啊 我怎么经历你跟神 我们在 经历神的当中 你才会知道 神对你的带领 你才知道神的奇妙 今天 我想跟各位说 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文庄中心 神要我们去敬拜他 这里是一个敬拜中心 希望我们每次敬拜 在赞美神的时候 神会赐摸到你 神真的会赐摸到你 让你真的跟神有所连结 我希望着 这个地方是一个 让很多人成为一个门徒的地方 你必须开始修正 你来到这里 不是坐着的基督徒 你来到这里 你一定要开始被建造成为一个门徒 而里面有生命的 有神的生命 有神的能力 而且有神的形象 在你生命的当中 走到哪里 人家都知道你是什么 你是基督徒 你不能到哪里 人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 我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 充满一个安慰 充满爱 充满温暖 充满抑制 充满释放的一个家 家真的很重要 一个家真的很重要 我最近 我常常喜欢 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话 那个弟兄每个礼拜一 或者礼拜四都会来我这边喝茶 然后他这个礼拜 来了就跟我说 他说牧师 你们家会缺钱吗 他说 有来欠一点 他说你怎么都没跟他说 我说我们 你还没死亡算 我怎么跟你说 他说没有死亡算 我也是要跟他说 我们是一家人 我听到他说 他常常来我这里喝了 大概几万块的茶叶了吧 他说 我们是一家人 他说 你还要做什么 他说我喝看看 你不是以前跟他说的 我今天就带多少来 他在皮底里喝 算一台好喝 说这台先奉猿好不好 他说 他说嫁妇不是奉猿 我先嫁妇好不好 我说 真谢谢你 很抱歉 他说 耶稣不能穷 耶稣不能穷 我们是一家人 你知道吗 哇 我真的很感动 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这个还没信 信耶稣就一家人 然后他又跟我讲一句话说 李牧师 你当时要带我到圣经 我说婚女你知道 他说 你什么时候带我读圣经 我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来 来这么久 当你做你朋友十几年了 我来就是希望你教我圣经 你从来没有教我圣经 我就先奉献 钱给你了 你可以教我吗 我真的被打败 我真的被这种打败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他说 这是一个家 我就跟他讲 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家 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方 他就感觉到有神 他就感受到温暖 感受他自由 他忽然间不只感受到自由 他感受到他要慷慨一点 你知道吗 你能听我说什么 他本来就不太慷慨 你知道 来到这里要变什么 要慷慨一点 你知道他是穿短裤的 短裤你知道吗 短裤 短裤都是穿衣服 然后呢 我就开始想到这个弟兄 他的家 家很重要 我们建造一个家 是神的家 是天国的家 他的家呢 他的太太非常的严格 孩子都不能出去 读书回来 就一定要在家里面 从来没有让孩子出去过 你知道他的孩子当中 有一个人高中毕业 就在外面去读书 只有那个人去老婆之外 有两个孩子在家里 从来没有出去过 直到今天这个孩子四十几岁了 上班回来就在家中 从来不出去 也不交女朋友 也不嫁 那就可怕 对 那前几天呢 我鼓励我们教会一个弟兄 去追他的女儿 你知道吗 结果他的 我那个弟兄看到 我们教会那个弟兄 长得还不错 这话做孩子好 心中非常的喜乐 可是那个女儿还是要见面点 见面他都不见面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就问 那个弟兄说 你们女儿还要来见面 啊 他都没学习跟人做会 那也要 我相信 那有关的家庭也好 你知道吗 我说啊 很好笑 我就鼓励那个弟兄说 要祷告 起到他以后 就可以得到一千万美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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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可是大家都不见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们发现到 很多人的家是很冰冷的 我希望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温暖的家 这是一个得意志释放的家 这是一个自由的家 你知道吗 在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你能够得到 人对你的帮助 对你的爱 我希望这个地方呢 不只是一个好的家 是一个community 这个地方 让你能够发解你的恩赐 发解你的能力 发解你的才能 让你能够去服侍更多的人 让你能够去服侍更多的人 真的我发现 教会很多有恩赐的人 他们都被埋没 来到教会 都渐渐 都渐渐 即使不是这样的 你应该要在这个家的里面 要知道你有什么恩赐 要起来开始可以服侍人 可以服侍更多的朋友 可以服侍更多的兄弟姊妹 这是一个发现目的加持的地方 让你能够发现你真的是一个 有加持的人 上个礼拜我们开始唱一首回应式歌 我在看到后面的地方 有人在哭泣 我感觉到他哭泣的声音 我感觉到他哭泣 完了之后呢 我就去看这个弟兄他在哭泣 因为长得也不错 结果我过去的时候 他们拿了一张结婚的邀请卡 给我说他们9月8号要结婚 你知道吗 9月8号要结婚 邀请我去让他们宴客 而且还讲一句话说 牧师你来就好 不要包红包 你们听懂没有 当然牧师去都会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在哪里结婚 他说都不知道 因为那天是礼拜天 那天是礼拜天 他本来巴巴的教会 那一天礼拜天 不能够跟他举行分离 他说牧师我们真的很困惑 很困惑 我就跟他讲说 你9月8号来 我们在敬拜完之后 你就站在这里 我们就跟你 我们大概有这么多人 希望你就在这里 完成你的婚姻 他说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洗了 他在哪里洗了 牧师如果9月8号不行呢 9月8号不行 9月1号你就过来 你知道吗 我们楼上有那种休息室 你就在那边休息 时间一到你就下来 我就问你们 要证婚 完了以后 大家兄弟你们再回家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有多高兴 我就问那个弟兄 说弟兄你在做什么 他就告诉我说 他是语言博士 他在教补习班 叫补习班 你知道吗 我就心中 觉得很惋惜 大家比较补习班 那么我就问他说 你对神有经验吗 你为什么那天哭到这么厉害 他说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那天跟他讲 你的恩事不是教学 不是教英文 他说那我的恩事是什么 他很惊讶 我跟他讲 恩事就是传耶稣 你说 他笑你一跳 你知道吗 他马上跟我说一件事 兄姊妹 他马上跟我讲一件事 说 林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在读博士班 最后要毕业的时候 我老板都不让我毕业 然后呢 老板一用我都不让我毕业 他每天要睡觉的时候 奉耶稣的名祷告 然后你就会睡觉 奉耶稣的名祷告 你就会写论文 他真的这样 一个月当中 就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就睡着了 奉耶稣的名祷告之后 他论文就写出来 所以最后一个月他毕业了 你知道他毕业了 他说耶稣保护他一个月 我说不是耶稣保护你一个月 耶稣保护你那个月 让你一生都降服在耶稣的面前 他跟我说 林牧师 你对我什么看见 嗯 我的那 那要有点神秘感 你知道吗 嗯 这样我给你看 你还是团耶稣的好 他太太有多喜乐 因为他们三代基督徒 三代基督徒 听说怎么样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看到 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 你是否在职场里面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我们要建造 这个地方是Adoring 这是一个敬拜的中心 这个地方是Becoming 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甚至充满生命 充满能力 有神的形象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Community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团契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Discovering 让你知道你受造的目的 让你知道你的价值 也让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 来服侍人跟服侍神 我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广传福音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广传福音的地方 我希望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前面已经会敬拜 我们成为一个门徒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美好的家 我们知道我们有恩赐 我们都是为了建造一个数天的教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因着前面的四点 能够开始传福音 我一直确定有一件事 一直确定在我的里面 我两个礼拜前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 两个礼拜前 我去找市长 要跟他传福音 他跟我说他已经受洗了 从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 这个市长所带给这个城市的 是整个天国化的一个开始 一个天国化的开始 我这个礼拜会在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上次有耶 说要查经 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时间 你知道吗 一个月只有三十分钟 弟兄姊妹 你要为我祷告 你知道吗 我们一定会去传福音 这个时间 我们都要去传福音 作为一个门徒 作为一个神的门徒 最重要的神呼召 门徒最重要是做什么 做传福音的工作 神呼召门徒 是给他权柄能够医病赶鬼 你知道吗 神呼召门徒就是建立天国在地上 你是基督徒 你不能过说我是基督徒 我只是坐着 我要读圣经 我要祷告 不是这样 一定要怎样 传福音 任何时刻你都要传福音 我这个礼拜 忽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生日party 说去的时候要穿牛仔裤 而且穿那个发尘衫 我再怎么找都找不到一件发尘衫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件一百块的发尘衫 穿了准备把它丢掉 OK 那去的时候 因为我慢几分钟 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 那个前我去那个人 是个基督徒 他是生日party里面重要一个人 我们只有13个人 我就问他说 有祷告了吗 他就跟我说 牧师先吃饭再祷告 我说那我们就吃吧 我们就吃完再祷告 然后我在吃的时候 他忽然站起来 讲一句话说 我想哥哥会讲一件事 今天是我的生日 神也祝福我 可是你知道今天来的这个 林牧师是我最尊敬的牧师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些企业界的老板 还有那些老师都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我很被尊重 你知道我很被尊重 那么坐在我旁边的一个 有一个 坐在旁边的一个姊妹 我就问她说 你在做什么呀 她说我在教书 在某某大学当教授 我就问说 对面这个这么帅的是谁 她说那是我先生 他也在当教授 她说你们两个教授 今天怎么来到这里 她说今天是他们的 他们是教授 可是他们的教授 就是他们以前的老师 H教授 就是今天她的生日 所以他们来庆祝她的生日 这样 你知道 好了 那我就 那个时候 他们就问我一件事 她说 你怎么会去当牧师 你看起来不太像吧 我说 不然你看什么 就什么 她说 看起来 你看起来 看起来不太像牧师 不过想一想 你这种脸 有点像黑社会的老大 也不错 也是杀人放火了 蛮有趣的 她说 别乱说 你跟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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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说 我说 你怎么知道 她说 我们在长龙大学 都会讲这种诗 不能够批翻牧师 你知道吗 但是 你知道那天有多奇妙 我们刚刚讲话之后 有一个弟兄 一个企业的老板说 哎 你牧师 我们吃了 吃三分之一了 你知道吗 你要开始起来 祷告 公众府人讲 叫他的基督 我在基督 我就很注意的 看到那些人 你知道他们的手 都怎么样 因为那个主角 生的主角 是这样的 很敬虔的 所以所有的人 都学他这样 这么敬虔 要听我祷告 这家的文化 你知道 老板这样 最重要的是这样 所有人都怎样 也都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跟他讲 放松一点 但是那个 那个主角说 不可以放松 我们现在敬畏神 我们要爱神 我们现在要 求牧师给我们祝福 给我们更大的力量 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 停一下 我们来 先唱一首歌 你知道吗 我再唱一首 耶尔法祝福满满 他们唱得很大声 在 在我不知道 台南有一个餐厅 就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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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的 乔的乔 我搞不清楚 这个店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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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日旁边 那个地方 他们就跟我唱了一大声 你知道吗 第二首歌 我就叫他们唱 你真伟大 我唱到他们唱欢头的 你知道吗 我就为他们祷告 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他们忽然之间 结实不过瘾 你知道吗 忽然之间又唱的 D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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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天公子妹 忽然之间唱民谣 牧师要不要跟他唱 为了福音的缘故 还是要跟他唱 你知道吗 唱完了以后 他说 牧师你会唱 我说我们这种老人 都听他 听到 中拜子的歌长大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天公子妹 我发现到 道成肉身的神 是认同人的 而今天让人认同的时候 你必须要 照人家的规矩 进出办的意 当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他们没有祷告 他们就吃了 他们吃了 我还是跟他们怎样 吃了 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耶稣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先祷告 你读圣经一下 你们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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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再问各位一下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耶稣在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祷告 只有有一次 五饼二语 祂望天祝福 有没有 他到西门的家 有没有祷告 到耶稣盖 到咱们有祷告 你们都回去了 没有关系 我觉得 我们要传福音 要让别人得到自由 不是照着立法说 而且我告诉各位 所有的基督徒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是神的门徒 你任何时刻 你都要传福音 一个基督徒不是来这里 来学怎样做人 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学怎么做人 怎么修身养性 不是的 你来到神的面前 是做什么工作 是要跟随耶稣传福音的 你才有永生的价值 我在提醒各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一下圣经 在马太第十九章的地方 你读看看 马太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在我们的天梁 八月二十一号 你读看看 天梁八月二十一号 来 你读看看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啊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个是良善的 你若过来进入永生 就要遵守戒命 有没有 他说怎样 大家一起读看看 什么戒命 也是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窃 不可作假见证 到向父母 又爱人怎样如己 那少年说 这一切我都怎样 我都遵守了 OK 我也相信在这里面 所有的人都遵守了 有没有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窃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当爱怎样 爱人如己 那少年说 这一切我都怎样 我都遵守了 再来啊 你还缺少什么呢 也是说 你若一周完全的人 就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怎样 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在这场业怎样 很多 我必须把这个东西解释一下 我讲一个故事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在说什么 我当兵的时候 领了第一笔钱 就是990块 我当义官 在民国大概是69年 或是70年左右 我当了义官 民国67年 我当了义官 离现在已经是45年前了 我拿了第一笔钱 我拿了第一笔钱之后 我就想说我领了第一笔钱 要奉献 第一样 第二样 我一定要买东西给我爸爸吃 所以我在台中成功领 我就去买了一个太阳饼 然后送给我爸爸 当我回到我的家 把太阳饼给我爸爸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爸爸有多喜乐 他哭泣说 我的孩子终于可以赚钱 买太阳饼给我吃了 他有多喜 他有多喜乐 你知道吗 他就抱着我 那天他抱着我 然后一直 就很感动 我不知道一个太阳饼 就可以让我爸爸快乐到这样 你知道 我妈妈就说 你长大了 知道孝顺了 你知道 你知道我下个礼拜回去的时候 我的爸爸拿给我一张纸 那一张纸还在楼上 五楼 你们不可以去偷 就是我爸爸送给我一张定期存款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爸爸 我送给他太阳饼 他送给我一张定期存款 我赚到了 我用几十块的东西 赚到几万块的东西 从那天开始 我每次回家都买东西给我爸 我爸爸都非常感动 你知道吗 我爸爸都非常感动 有一天我的妈妈就跟我说 最为买东西给我爸爸吃的就是我 你知道吗 他说 你的哥哥只会买东西给嫂嫂吃 我的师哥哥常常半夜都会买消味给他太太吃 但是我会买东西给我爸爸吃 我问各位一下 我爸爸是喜欢谁 从小到就很爱我 我从小就会有这种给人的本领 我告诉各位 当我们在分家产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 但是神就是把我们家产里面的一部分 给我一些 给我不少 我讲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神是佛的 你要把地上的金钱转化成为天国的金钱 你要接受神的挑战的时候 你每一个金钱都是神的 你要从地上的钱把它转化成天上的钱 你今天的奋斗 今天的努力不是为地上而努力而已 你是为天上而努力 你今天得的不是金士的报酬 是得到永世的报酬 你必须要永生的价值放在你的里面 当你把永生的价值放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把金士的金钱变成永世的存款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的恩典会更大 我希望你开始转化你自己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这种价值观的转化 而是我知道我怎么跟随耶稣 而是怎么样去跟随耶稣 我最近有个年轻朋友他要去读神学院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一直在为这个年轻人祷告 因为我读的学校名声真的很不好 我读的是台南神学院 名声真的很不好 前几天我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他问我说 林牧师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台南神学院 哦 那间哦 我说是什么意思 那间就是台独间嘛 你知道吗 台独啦 我们是讲台独的 我说 哦 牧师你台独嘛 我说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 我跟他讲说 我从小就喜欢台湾独立 他跟他说 可以想 啊牧师你有在做吗 哦 真的很难耶 我说我现在 小的时候只台独 可是现在我已经不讲台独 我讲神果 我已经把它转化成为哪里 到神果的里面 他说 他跟他说哦 我师父 如果要讀神人 他不要介绍他去那间 你自己开一间 你知道吗 听着我心中有没有喜乐 他跟他说 你看到他就没有声 那间比起来 你也不知道那间是什么间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 我们从来在神经读书的时候 从来没有被训练成 怎样去见到天国 怎样的跟随耶稣去传福音 怎样去医病赶鬼 反正我们被在医病赶鬼的人 都是魔鬼 神学院里面的老师 就定义你是魔鬼 你不是神国 你不是神的儿女 你是魔鬼的儿女 你知道吗 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面 没有办法接纳 一个基督徒可以行神经 所以教会变在 神学院变得很冰冷 我期待着你今天跟随耶稣 你必须抓住一个架子 就是勇士的架子 我希望你一定要不要小看自己 你要跟谁说神 我是你的儿女 我有权柄中你的儿女 跟我说一次 我是神的儿女 大声说我是神的儿女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是神的儿女 不要小看你自己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 亚兰王的一个元帅 叫他乃曼 他这个乃曼是大能的勇士 他长得大麻风 然后呢 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 以色列的小女子 跟她说你这个大麻风 如果去找以色列的以利沙 她就会医治你 所以这个乃曼听了 有没有相信 这个小女子跟她讲的时候 她相信了 然后就告诉亚兰王 亚兰王有没有相信 相信了 所以她就写一封信 要给以色列王说 我把乃曼将军派到你那里 你就要医治他 亚兰王听到 当时候的以色列王 听到这个故事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就失了衣服说 就失了衣服说 我启示神 能够使人复活 如果没有医治好他 他是不是要 兴起金队来攻打我 以色列王相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你看看 小女子跟乃曼说 乃曼相信了 乃曼跟他的亚兰王说 亚兰王怎样 相信了 对不对 乃曼拿的信 来到以色列王前面的时候 以色列王相不相信 故事在这里 我们这些基督徒 常常是不信耶稣的 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耶稣 你听我说什么 但是我鼓励各位 不要太小看自己 大家跟他讲的时候 很多会相信的 我的阿公会信耶稣 就是因为他很苦闷 常被阿嬷欺负 然后想去自杀 然后有一天 我是想说把阿公的相片 给各位看一下 就知道我跟阿公很像 你会问我说苦闷不苦闷 我说对神来说我很快乐 做一个牧师很苦闷 因为你们常常欺负我 OK 我们家的后面有一条 有一条西 就海洪人K 他去自杀 那就遇到一个弟兄 从厄陵搬到我们的故乡 海洪人躲在海洪人 那个厄陵那个弟兄就问我说 阿嬷欺负你要去哪里 问我阿公说你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去自杀 他说阿你要去自杀 你不好啦 要是谁去自杀 他说他人生没想法 他说阿我带你那四年来说好不好 他说嗯 那四年来说 我带你那三年来教 are youる to know 那三年来教会 他从道教会那一天开始 他说那 elevator 就还没有走出来 一个人 ...是有弱 vagab Amer 我现在不是 他传为从我家的人都带身后来说 兄弟兄兄 trzy 我跟各位讲讲一下 我们在这里 我就不在这里 我们就不在这里 你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当你在跟你说耶稣的时候 很多人会相信 很多人会接受 当一个人相信 一个人就改变 这个社会就会改变 这个世界就会改变 相信你有能力 兄姊妹 再跟我说一次 我有能力 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一定要刚强壮胆 你要很强 不要很弱 你知道吗 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之后 他们到哪里 到旷野 要进到加南地的时候 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到加南地 回应的就是加南地的人都很高大 进去我们必死 这样慢了40年 我们一直不要认为台南市的偶像很多 不要认为台南市有很多的邪恶 台南市民心都不开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 神已经把这块土地应许给我们 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 你知道吗 要跟人家大胆的说什么 说福音你不要怕 你知道吗 一个不相信 功能的不相信 三个不相信 说十个他就有什么 他就相信 我跟你说 媒体真的很厉害啊 他说韩国有多差 多差 每天都说他很差 对不对 他有没有很差 就是很差 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样 媒体就 我跟我说的意思是 你现在说蔡英文有多差 有多差 有多差 对不对 你相信他有多差吗 没有回答我 你有没有看 那你在讲耶稣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要刚强壮胆 今天讲不信 明天就还在讲 后天还在怎样 总会有遇到他软弱的时候 从会遇到他很干渴的时候 神在呼召我们 要让这个城市 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城市 这个城市 很多人会信靠耶稣 神对我们说 这里有许多人 是我的百姓 他对哥林多的城市说 哥林多的城市 有很多是我的百姓 他要跟我们说 这个城市 有很多人 是我的百姓 这种怎么样 要活起来 把耶稣传开 你会发现到 生命的价值 你会发现到 你永世的价值 你会发现到 你佛子的价值 不要再软弱 不要一直看自己的问题 不要看自己有多少疾病 你知道吗 不要一直看到自己的家有多败坏 当你开始说神的时候 整个家都会充满神的能力 这个社会因此 你得到更大的更新与变化 Amen 我请我们的师班来唱一首歌 带领我们来唱一首歌 这就是四年 这就是四年 三年 他是三年 我是三年 就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神秘 大愛也希望路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出你的光輝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你有不少 孤獨眾人的心在角落戰鬥 再見我再見我我願付出我所有 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 充滿我 用你愛來充滿我 再因自己 請問他們的一生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身影 帶希望路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出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你有不少 孤獨眾人的心在角落戰鬥 再見我再見我我願付出我所有 我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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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愛來充滿我 再因自己 請問他們的一生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身影 在希望路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出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 我看到靈魂中你有不少 孤獨眾人的心在角落戰鬥 再見我 再見我 我忍不住我所有 再見我 再見我 都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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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愛來充滿我 再因此 緊迫他們的一生 再見我 再見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再見我 再見我 都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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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愛來充滿我 再因此 緊迫他們的一生 再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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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付出我所有 再见我 当时有命运的群众 充满我 充满我 用命爱来充满我 再一次 请我他们的一手 再见我 再见我 我愿赌注我所有 再见我 当时有命运的群众 充满我 充满我 用命爱来充满我 再一次 请我他们的一手 再见我 再见我 我愿赌注我所有 再见我 当时有命运的群众 充满我 充满我 用命爱来充满我 再一次 请我他们的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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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神在这个世代在呼召我们 呼召我们成为祂的门徒 呼召我们要把福音传遍这个城市 神要叫我们有策略 有方法 有战术 我们都必须被操练成为一个 神所重用的门徒 因着操练 我相信我们都会成为福音的勇士 神要满满的跟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兄姊妹 你如果愿意被神拆遣 你就举起你右手跟神说 神我在这里 请你拆遣我 你跟我说 大声的说 神拆遣我 神要拆遣我 我在这里 请你拆遣我 请你拆遣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兄姊妹 请坐 我们来奉献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感谢主 我们这首诗歌在我自己 困境的时候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我想把这首歌献给神 自 Beri Pine Spencer&吽猪 当你找到我 才做着眼神 Never lei 刷她的国中 你靠近我 你擁抱我 從此你不放手 過去的成就 全然都在你手中 你一直我 你恢復我 從此我不放手 夜在黑 心在疲憊 我仰望你直身揉面 我已決定 永不後退 你作為何分柔美 愛你的人在我心間 我願一生 靜靜跟隨 我跟隨你 從高山到低谷 我跟隨你 繼續 靜靜漫步 從人面對 調查也有眼淚 感到疲憊 我要掙脫成淚 永遠不後悔 你隨你 吃飽一下 我的抱負 你話語 是我神秘的堅固 你也許不要動 自始終 永不落空 未來在愛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讓你唱到我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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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淚 心在疲憊 我仰望你直身揉面 我已決定 永不後退 你作為何分柔美 愛你的人在我心間 我願一生 靜靜跟隨 我跟隨你 從高山到低谷 我跟隨你 繼續 靜靜漫步 從人面對 調查也有眼淚 感到疲憊 我要掙脫成淚 永遠不後悔 我帶你吃飽一下 我的抱負 你話語 是我神秘的堅固 你也許不要動 自始終 永不落空 未來在愛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當你找到我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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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金錢奉獻在你面前 求你約拿 求你滿滿的恩待我們 讓我們的家 真的豐盛有餘 讓我們的家 都很健康 所做的事都很順暢 求你真的祝福我們 這樣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 兄姊妹 再一次跟隔壁家 親感一下 恩主的平安跟我們同在 好不好 我們今天早上有幾個新人來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來跟介紹一下 OK 一個盧伶俐姊妹 歡迎她來到我們的當中 OK 還有一個是陳立豐弟兄 歡迎她來 還有一個劉韋利弟兄 歡迎她 還有一個是索島鋼 這個是日本人 歡迎她來 再來 蔡佳玲姊妹 OK 歡迎這些新人 敬拜完了以後到四樓 我們要為你們預備一個好的中餐 OK 請各位 請各位站起來 我們一起來唱最後一首歌 主啊我神 我美夢幾目還看 一首首長 一切一切妙大功 看見星數 看見星數 又聽到熔熔淚聲 你的大能 免滿了一首首 我靈個唱 讚美 我靈個唱 救助我神 你真偉大 我能為他 我靈個唱 讚美 救助我神 你真偉大 我靈個唱 讚美 我靈個唱 我靈個唱 為他 讓我們大聲來呐喊七聲哈利路亞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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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靈個唱 讚美 救助我神 你真偉大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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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我們敬拜就到這個時刻